這本來這個汽車冷媒連接處這裡 是這樣螺絲打開 然後裡面就有一個歐型環 歐型環在這個地方 好 我們把歐型環輕輕的扣下來 然後期貨買的歐型環喔 好現在把這個歐型環取下來吧 有點困難 好加油 好了我們用的一字起子 把這個歐型環輕輕的拿下來 小心不要弄斷喔 弄斷就沒折了 好已經取下這個歐型環了 那就去購買這個歐型環 給他裝上去就好了 好 大家好我是燕子 上一次氣盛冷媒自行查肉 已經查到是 這個冷媒管這個接環 這裏肉 可能因為車子老了 已經25年 他裡面那個 Parking 歐型環已經老化了 所以今天 我就要把這個拆開 自行更換這個 汽車冷媒管的歐型環喔 再灌冷媒回去 再試試看有沒有其他地方囉 那我們來開始囉 首先把這個裝椅刷精的水箱 把它拆下來 拆下來 現在螺絲已經鬆開了 整個給他 翻起來 放到旁邊 這個 這個椅刷的水箱 先暫時放在這裡 好 我們繼續再拆這個 冷媒管的 這個歐型環 這個水箱很愛囉 先把這個電的PIN 拔起來 把這個水管 先卸下來 先給他放到旁邊去 先給他放到旁邊 很愛囉 我們來拆這個 把插頭放到那邊 好 開始拆 我們要來拆這個歐型環的 這個 這個氣稱的煤管 這個 連接這個歐型環 找到一個支撐點了 把它拆下來 這已經鬆開了 小心螺絲掉囉 把手轉 慢慢的轉 一個螺絲 一個parking 先放旁邊 這個 就這樣 輕輕拿起來 已經拆下來囉 看到歐型環的嗎 就本來這個氣氛的沒連接處 這裡 就這樣螺絲打開 然後裡面就一個歐型環 歐型環來這個地方 我們把歐型環輕輕的扣下來 然後去購買的歐型環喔 好現在把這個歐型環取下來吧 有點困難 好加油 好了我們用的一字起子 把這個歐型環輕輕的拿下來 小心不要弄斷喔 弄斷就沒折了 好 已經取下這個歐型環囉 那就去購買這個歐型環 已經順利把這個 氣氛的沒連接處的歐型環取下來囉 就是歐型parking 那就去購買看看 看是不是有辦法買到這個 然後 就是 不要換新的 換新的之後 然後 再重新灌冷煤 試試看有沒有其他地方囉 好現在把他鎖回去 現在裡面沒有歐型環的已經被我拿下來了 要一起購買 把他鎖回去 鎖回去 看螺絲 再鎖回去 把他鎖回去 然後把這個水箱鎖回去 這個 水箱的這個電控的 這個把他鎖回去 轉回去 好 轉回去 轉回去 把這個水箱裝回去 把這個水箱裝回去 然後就去購買 那個parking 去找找看 去找那個 汽車冷煤管的歐型環 好囉 我們現在去購買這個 汽車冷煤的歐型環喔 那我們這一集的影片就到這裡囉 如果你喜歡影片 不要忘了訂閱 分享 及加小鈴鐺喔 我們下一集見 BYE 如果你喜歡我的頻道 請訂閱分享 及按鈴鐺 我會在 每週不定時推出新影片 我會帶你去很多好玩的景點 走走看看 就這樣子囉 記得點 沒錢 記得點贊 按讚 分享 轉發給你的親朋好友知道 因為這就是個YouTuber 好就這樣子囉 掰掰 掰掰